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虚缓 但是对于国内农产品的外销市场 侦然是一大冲击 要改变消费形态 农粮署跟中华邮政公司合作 在网络商城开设了农特产品专区 并且也推出了各项优惠 让民众动动手指头 就能购买具有品质保证的 台湾各地农产品 各式生鲜月光米新竹有机醇米粉 日月谈红茶茶叶 吃的喝的用的来自台湾各地的农产品 现在再也不用周车老顿 前往现场购买 只要在网络下单就能轻松享用 新冠疫情改变了民众消费习惯 也冲击了国内农产品的外销市场 农粮署和中华邮政公司合作 在网络商城开设农特产品联合推荐专区 目前我们挑选出来 有30家业者的300多项产品 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们会以红利5倍这样的正双 同时买第二件零元 也就是买一送一的方式 来回馈给我们的国人 农粮署吸手中华邮政 抢供网路商机 直接搭起民众和在地农民联系的桥梁 也希望消费者能以行动力挺台湾 在地农产品 记者周宗林台北报道